大家好,我是炯心仁,欢迎来到炯说书! 这是一个书的推荐节目,每集我会花十几分钟时间介绍和推荐我认为不错的书 希望能让你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或是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书找来读读看 我之前有在脸书上放过预告哦,这集本来是预计要讲三本植木赏得奖作 不过后来想了想哦,一棵栗赛三本书可能会太急 所以呢,这集呢,我们就先讲东山张良的流 下集我们接着讲东野龟吾,嫌疑犯X的现身 以及赵锦良的何者 这三本都植木赏得奖作,特别跳的这三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意啦 那硬要说的话,这三本其实没有什么共性 正以如此,可以说明植木赏的多元性 有关注现代日本文学的朋友应该对一些奖项名称不陌生哦 像是本格推理大赏、书店大赏、借穿赏、植木赏之类的 其中借穿赏和植木赏是日本文学界的两大奖项 借穿赏是为了纪念借穿龙之界所设立的文学奖 是以亚文学,也就是纯文学的新人作家为审核对象 而植木赏呢,可能就没那么多人知道植木到底是谁吧 植木指的是植木35 文艺春秋的创办人菊石宽为了纪念他这位叫植木35的友人 专门设立了植木赏这个文学奖 他是以已出版作品的通俗文学为主要对象 那植木35这个人又是谁? 他写的历史小说特别有名 有一系列叫做《黄门回国记》 后来放映了很久的电视剧《水护黄门》 就是以这系列为原作 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对日本文化有接触的人或多或少就有听说过了吧 好,总之呢,植木赏是纯文学,植木赏是大众文学 再简单一点说,植木赏比较难懂一点,不是谁都爱 那植木赏呢,通常比较不合大众的口味 历史上有三位台湾人得过植木赏 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东山张粮之前还有两位 一位叫做陈顺承 老先生去年才去世 他在日本的威望几乎可以丝马辽太郎并驾齐驱 完全就是国宝级的历史小说家 他死后还被追赠从四位的贵族地位 陈顺承主要是写中国古代背景的历史小说 像是太平天国啊,三国志啊 现在台湾人年轻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熟悉 另外一个台湾人叫做邱永翰 这个人你一定听说过 永翰日宇是他创办的 永翰大楼是他盖的 39元的大创百货是他引进的 你在博客来搜他的名字哦 可能只会找到一堆股票投资理财书 因为这位先生实在是太会赚钱了 反而没什么人记得 原来他曾经是第一位获得日本植木赏的非日本籍人士 邱永翰在日本被称为赚钱之神 更多人记得他是个商界名人而不是一位作家 但是其实在台湾呢 他的文学成就被这样遗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早期的小说都跟228的政治迫害有关 他当年呢会去日本也是因为228 所以后来呢 虽然他在日本得了这么大一个奖 可是国内媒体根本不想捧他 都当没听到、没看到 后来到了1970年代哦 成为了大富翁的邱永翰选择跟政府妥协 放弃政治地场 以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身份回到台湾 当时的媒体的政府也很可笑啊 报纸上介绍他的文学成就史都乱白一气 说他是什么写乡土文艺 政府也无论如何都不想让老百姓读到他的创作 结果邱永翰十多年后 自己开了出版社印自己的书 可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 他曾经是文学界的什么卡 你想想看嘛 作家得奖不都嘛要趁热宣传 做了这么多年才出书 谁想理你 总之邱永翰的文学成就就这样子 被当时的政治因素掩埋了 第三位台湾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 刘的作者东山张良 他的本名叫做王振旭 你刚才可能在疑惑 为什么我们在介绍王振旭之前要提邱永翰呢 说他们都是台湾人 因为考虑到刘的题材哦 你不难去想象 如果王振旭写这本小说时 台湾的社会还像三十年前那样 那极有可能 我们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 他很可能跟邱永翰一样得到的文学成就就这样 硬生生的被掩盖过去 更别谈现在媒体大肆报道什么台湾之光啊 什么光啊 发光之前早就被掐灭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刘这本小说是王振旭 以他的父亲为第一人称写下的 关于上一代台湾人的故事 那是怎样的故事 关于一个外省家庭从对岸来到台湾 走过了中日战争 国共内战 本省人和外省人在岛上互相仇视的各种冲突的年代 光听这几个关键字你应该体会得到 这只中夹杂了多少爱恨情仇 听起来好沉重好复杂啊 八成是那种你看了会编忍不住皱眉头的那种书 你大概在想 诶该不会是那种很沉重的历史小说 那我还是算了 诶等等我顺便跟你说好了 东山章梁其实还写过不少动漫小说 像《火影忍者》的几本小说啊 《火影忍者》的其中一部剧长版《血玉》 就是他做的编剧 而且还得了奖 所以你应该可以想象 他的文风完全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老学鳩 当初看到刘的剧情简介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吓了一跳 想说哇这背景也太波澜壮阔了吧 可是读的时候不会感到障碍 最后说故事的手法非常的流畅 而且带有一种青春的跃动感 故事中的我叫做秋生 是一个普通外省家庭第三代的孩子 秋生的爷爷以前在中国东北打仗 打仗以前是个土匪 杀了不知多少人 跑来台湾定居后也总是神经兮兮的 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回到战场 没事了就把他打仗时用的毛色枪 拿出来保养他的亮晶晶的 他看不起周围的本省人 老是找别人麻烦 臭名昭彰 只跟那些和他一起从对岸过来的 那些老头子们交情好 要是好人还是坏人 秋生的爷爷绝对不算好人 就是个品性恶劣的臭老头 但是他非常的疼爱秋生 基本上老爷爷不管外人死活 但是对家人倒是很照顾 就是这样的爷爷 某天在家中突然就死了 警察在现场勘查 断定不是自杀 是被某人杀死的 到底是谁不知道 要去查的话也太麻烦了 因为这老头子的仇人太多了啊 所以警察虽然有在追查 但是态度很消极 眼看好多年过去 这件事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秋生是第一个抵达死亡现场的人 很多年以来 他始终惦记了这件事 那爷爷的宠爱 爷爷的死亡 这些回忆就伴随着他长大 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意识到他必须要找到杀死爷爷的凶手 否则心灵不得安宁 于是他又接触了许多爷爷在世时的老朋友 像是老战友啊 他以前得罪过的人啊 希望可以透过一些蛛丝马迹 找到那个凶手是谁 可是找到后又能干嘛呢 十几年过去的证据早就不在啦 他也不知道 但他觉得他有必要了结这件心事 秋生并不是一天到晚吃饱了 没事干很光顾的追击凶手哦 他自己也承认 每次他想去找人问话的时候 心里的某处或许只是在逃避当下的困难 他的这个世代没有战争 不会饿肚子 没有要去当土匪还是上战场的选择 可是依然有很多烦恼 像是觉得读书没用啊 加入黑道打架很狂啊 买不起名车泡妞啊 有一天他突然对青梅竹马的女生有点心动 流了甜蜜初恋 然后呢 热恋中不得不去当兵 再然后呢 兵变 初恋拜拜 然后长大了老老实实实去当个无趣的上班族 成家立业 那些成长于1980年代的男生的共有回忆 都被写在这本书中 比较不同的是 爷爷死亡的一幕 烙印在秋生的心中 迫使他追求真相 而随着他对爷爷的老朋友接触越多越深 他也越来越了解 爷爷在那个年代究竟经历了什么 那个年代累积下的仇恨 经过几十年后到现在 变成了什么样貌 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可能永远不会理解 我们没上过战场 我们没杀过人 我们这样的说话不腰疼啊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 杀人就是错的 杀人就是坏人 土匪杀人抢劫 碎之坏人 士兵保家卫国 碎之好人 巴拉巴拉巴拉 可是理性的想想嘛 人之后做了很多事情 造就这段历史 哪有这么简单可以解释呢 留在故事里 秋生的爷爷以前在山东当土匪 曾经灭掉一整个村子 杀了五十几个人 后来秋生一路寻到这个村落 当年受到爷爷爷照顾的旧事来迎接他 有趣的是 这个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他很不以为然的说 我会当共产党 就先我当初杀人 而且杀到土匪 所以共产党就把我抓去当兵了 也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选择 那个年代的小老百姓 哪有什么选择啊 谁先给我饭吃 谁就能带我走 所以作者描述了一幕 那些当年是敌人的老头子 凑在一起 随口问问 老朋友死了没啊 怎么死的啊 是不是你朋友杀的啊 根本没有人在计较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是战争 没有办法 秋生最后感慨 爷爷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就只是我们的爷爷 你问他去不去 有人杀自己的爷爷 当然气啊 他有想过 尤其找到凶手 就是要报仇 可是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 他也明白了 爷爷放过那么多错 一条命根本偿还不完 当凶手 最终站在他的面前 那个人绝对最有资格 杀爷爷 却又是最不应该杀爷爷的人 秋生心里百感交集 他感觉 作为被疼爱的孙子 似乎有义务帮爷爷复仇 爷爷就算夺走过 五十几条性命 是夺坏的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借穿龙之介》 有部短篇小说 叫做蜘蛛之丝 讲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 死后堕入阿比地狱 受尽折磨 他曾经不忍杀自己一只小蜘蛛 算是一个善业 所以佛祖 取了一根蜘蛛丝 垂下地狱 让这个强盗可以攀爬上去 每一受苦 这篇小说表达了佛教观念里 细小的善也可以作为功德 回到刘的故事 爷爷对于家庭的爱护 是他做尽快吃的这辈子 细小却无可替代的善 面对了凶手 修身发现自己下不了手 跟我们看了那些大快人心的偶像剧 不太一样 人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有人被杀就一定有人为他伤心哭泣 然后产生新的仇恨 那一刻读者是否能感受到 报仇两个字 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好人坏人真的可以随便定义吗 战争带来的仇恨 真的有如此不可化解吗 这本书就是这样 柔和的推理和历史 又与青少年的成长要素紧密结合 刘得到了第153回 植木桑啊 听说是九位评审一致通过 当之无愧的超级杰作 排除他里面讲的历史 可能存在主观或是错漏的部分 这本书我几乎是挑不出缺点 读完后感到很惊讶的是 作者竟然有办法用这种幽默 机智又充满青春气息的笔法 写了一部这么有底用的故事 你不会感到他的续著有故弄玄虚 或是作作的成分 却会不断地被刺激继续读下去 有令读者感到亲切的台湾生活风景 也有大江大海战乱年代的豪壮气势 最重要的是 他会呼唤起我们对血缘和土地的情感 在令我们省思未来将前进的方向 我非常推荐 我认为刘是一本台湾人必读的植木桑去做 下集我们接着谈东野龟吾的 咸一犯X的现身 以及赵锦寥的何者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或是下方的影片说明 收看更多的炯说书 喜欢这期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炯青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